被炸的公寓火是猛烈 黑烟不断窜出 乌克兰大陈哈尔科夫再度遭到空袭 幸存的爸爸脸上还挂着伤 坚持守在现场等消息 只是找到孩子时已是冰冷遗体 飞单位力有多大 附近采访的葡萄牙电视台 采访车毁损 记者也吓坏了 这次袭击造成十岁男童 和他的祖母死亡 至少二十八人受伤 还包括一名只有十一个月大的婴儿 命中泪流不停 因为前一天哈尔科夫才遭到袭击 夺走五十一条人命 CNN记者直击被轰炸了村庄 惨烈现场 有乌克兰士兵看到爆炸现场的遗体照片 才知道失联的爸爸已经罹难 整个村庄有如被屠村 面对国际谴责声浪 俄罗斯说与他们无关 作为俄罗斯对乌克兰近几个月来 对平民最严重的袭击 联合国已派专门小组到哈尔科夫调查 TVBS新闻最后报导 好 来关注到俄乌战争的最新状况 我们看到说是乌克兰的无人舰队 他们逼退了黑海舰队 先来看到是根据卫报的报导 说是在黑海舰队 也就是位在克里米亚的 俄罗斯黑海舰队 总部是起火了 而造成34人死亡 那么其实在这边频频遭到攻击 所以他们也已经转移到 其他的港口了 乌克兰的前防长就提到说 无人机 无人艇 是夺回黑海的一个关键 那么未来他也认为 应该会变成是高科技战 也就是黑海是测试场 那么在这边到底有多重要呢 我们看到另外 也有前防长提到说 基辅是开创了一种新形态的战事 怎么说呢 因为装满炸药 无人艇的成本 相对来说 只要1到10万美元是比较低的 那么这些机群 就可以打击俄罗斯数亿美元的军舰 算是小兵力大功 而这个海军发言人也提到说 基辅达成一种技术上的击倒 但是莫斯科还是有庞大的舰队 能够威胁乌克兰 所以要持续的不能够掉以轻心 而黑海的战研索副主席就提到说 如果俄罗斯持续保有克岛的话 就能对乌克兰发动全境的攻击 俄罗斯的防御系统不能够保护海军资产 也会变成是进退两难 总归来说现在看起来 俄罗斯原本打算要在黑海 所向披靡的想法已经是被粉碎 好 美国的众议院议长麦卡锡 他是遭到了罢免 当然也引起了政坛的轩然大波 只是说这会不会也影响到 接下来包含支援乌克兰 美国这样的计划 因为恐怕现在要突然就 也被停止了 重新讨论了 我们就看到 其实共和党的议长人选 确实也不断地是质疑 美国支援乌克兰的政策 也预计说总统拜登将会 发表重大的谈话 只是说拜登的政府高官 就有提出说下一步 其实还是要取决于 到底谁出任重院的议长 他们正在商讨 是不是要推动一个 更大的战略性包裹 让基辅可以撑过美国的大选 只是说这个美国的大选 时间是2024 也就是明年的11月 还有一段时间 那么要避免国会在大选年 还要不断地表决原污法案 或者是推动小规模的短期计划 但是不管如何 这已经是成为 美国政坛攻防的焦点了 这也势必会遭到共和党 比较强硬右派的阻牢 俄罗斯防长肖伊古 大阵仗现身 苏34轰炸机工厂 下令要全面提高战机产量 苏34上个月才搭载 几因素飞弹 对乌克兰发动攻击 俄罗斯近来更致力开发 名为海燕的核动力巡异飞弹 他是莫斯科新型六大战略武器之一 号称射程无极限 能在空中数年不落地 另一边普京则是和乌兹别克总统会面 极力巩固盟邦 与此同时北韩边境却又不寻常动静 长达73节的铁路货运列车 秘密行驶 华府智库警告 北韩可能向俄罗斯供应武器 因俄罗斯猛烈攻击 乌克兰再度喊话 要西方援助防空系统 德国点头要给爱国者防空系统 德国总统施坦迈尔 同一时间访美 美德极力展现对乌克兰的支持 但拜登烦恼的不止乌克兰 Apex11月在旧金山登场 传出拜登可能和习近平会面 拜登话没有说死 CNN也引述官员说法 两方正在针对细节讨论 显然拜习会很有谱 TVB的新闻最后报道 就在俄罗斯还在打 44亿台币的合约 那么订购了五个团级S400 那么就因为采购系统遭到 美国的经济制裁 很多人都认为可能不能如期交货了 但是印度的空军参谋长就说了 俄罗斯目前已经交付了三个 最后的两套将会在明年2024年 如期交付 不过我们待会看到 就要凯旋防空飞弹系统 它是一个团级的系统 组成了两个炮兵营 合计48辆的发射车 那么随着俄罗斯 他们现在新的工厂建设 再加上旧工厂现代化之后 他们每年都能生产数个团S400 那么能够快速扩大国内库存 同时还能出口到白俄罗斯 还有印度去 所以不但自己用 还可以卖给别人产量 甚至超过北约成员的总和 所以可以说是不容小觑 天空中突然传来一声巨响 伴随着一枚火箭高速划过天际 接着就是一枚又一枚火箭不断发射 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 在当地周六凌晨6点半 大约台湾时间早上11点半左右 展开阿克萨风暴行动 对以色列发动大规模火箭攻击 哈马斯声称发射了5000枚火箭 导致以色列中部和南部城市空袭警报大响 包含第二大城特拉威夫等地都遭到炮袭 多处冒出熊熊烈火 CNN记者也必须找地方躲起来 目前知道这场攻击已经造成上百人死伤 无尽更传出哈马斯人员 还渗透进以色列南部的定居点动手 针对这场史无前例的火箭烂炸攻击 以色列国防军发出声明表示 全国进入战争状态 紧急征召后被一军人入伍 担心以色列展开报复攻击 加萨走廊的巴勒斯坦人 则是开始出现逃亡朝 靠着自己的双脚远离无情炮火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